2022开春艺文响宴 桃花园首作桃特展 2月19号即将在花莲的文创园区登场了 由花东在地十位杰出的桃艺家 以及东华大学艺创系师生 共同展出精彩的桃烧作品 而现场还有茶席对话 花语布置以及首作桃体验 也欢迎喜爱桃艺创作的民众前往参观 2022年开春艺文响宴 由十位花东在地杰出桃艺家 和东华大学艺创系的师生共同展演 2月19号起到2月27号 在花莲文创园区第六栋精彩登场 我们2022首作桃与茶月的对话 即将在19号要开展 那我们集结了花东两县 十位在地的桃艺家 那即将在我们这一个花创园区的第六栋 即将有一个开幕的典礼 那欢迎大家一起来共同欣赏我们茶 花与桃艺的一个真善美的一个呈现 这几位桃艺家呢 现在就是除了一般的现代烧桃之外 那有一部分的人呢 专精于这个柴烧的技术 那我们这次呈现的呢 就是这几年在花东地区 所有的这些桃艺家们 他们的一个烧桃的方式 那所以非常的非常的有特色 除了桃艺大师的精彩作品 每天都有茶席对话 还有捏桃体验 展场还有花艺老师的精心布置 是一场桃艺茶席与花艺的精致大展 在现场呢 就是除了十位桃艺家 还有东华大学 他们的师生连展之外呢 我们每天呢 都会有一位桃艺家 在这边为我们示范茶席 那我们也有开放DIY的研习课程 就是每天的下午 会有不同的桃艺家轮流 教民众做桃 那你如果没有机会报名进来的话 那也欢迎就是 我们有一个茶席区 那有桃艺家轮流在这边 为你做茶席的示范 那也可以借此机会 能跟桃艺家做一个交流分享 桃花园 2月19号上午11点正式开展 欢迎喜爱桃艺的民众 把握机会前往花林文创园区 参观欣赏 这旅会欢迎视报导